我们这门课程 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有分成两个阶段 这个是初阶 另外还有个进阶 另外其实我还有开我刚拍这个课程 其实我教过的程式语言 总会应该有超过十种以上 反正我觉得 我课程里面尽量是活学活用的 我比较强调是实做 做得出来才算出来 讲再多理论都是空的 OK 然后最好是能够灵活的应用 学的这个工具 你要知道用在哪个地方上面 那不要拘泥于说只能用一个工具 反正就要见招拆招 尽量活用 OK 所以最好是各种技术都稍微了解一下 那你选择最好的那一种方式 那函数也是一样 你可以多种函数都会用 那你最后选择一个哪一个函数来解答 是最简单的 OK 所以后面的话 很好会跟各位分享 那待会的话 大家有个叙述啦 我第一个 我是谁 第二个 你要用哪些书啦 不过看书这部分 从现在都很近嘛 天龙书曲 都有那些书啦 只是说 这些是不是必要的 我倒是觉得 做出来是最重要的啦 理论的话呢 是后设的 就像说你看一些旅游书好了 你没到过那个国家 那你看了很多旅游书籍或者是旅游节目 感觉好像不如你去过回来就知道了 对吧 OK 所以有些东西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反而去实作比较重要 那至于参考书籍 我大概会列几本 大概有时间的话 也不妨可以翻一翻啦 多了解一些 那大家课程简介 另外的话呢 我们课程规划大概就五大类函数 那ESALE里面不止五大类函数 它可能有分到九类吧 不过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啦 最重要就是这几类 那其他的你没用过 其实有固定的使用方式 那我主要是跟各位讲喔 函数的使用要点 也就是说呢 你一个会 两个会 三个也都会了 一个通喔 后面的话 两个 三个一样啦 那它有固定的使用的逻辑喔 所以你们要学的是 看懂那个使用逻辑 所以即便某个函数 我完全没有用过 反正我一跳出来 我大概就知道怎么用了 为什么因为都是差不多的方式 只是说你要看懂喔 它给你的讯息 其实它意思是跟你要什么样的资料 你给它它要的资料 它最后帮你就给你你要的结果了 这有点像一个助理吧 问问题 OK 所以我把它拆成这五大类函数 文字资料 逻辑就是if嘛 OK 它会end over嘛 然后里面还可能会有个if er啦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日期时间的话呢 最常用的也许就是 像一耳曼是day嘛 然后像day是函数啦 像一带函数啊 像day函数啦 等等的相关的文 这个日期相关的函数 那日期这个格式比较特殊 因为它基本上 它不是文字 它也不是数字 它就是日期 因为里面包含什么 年月日 然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就十分秒 那你必须怎么样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必须把它切割出来 OK 所以其实日期跟时间最大的麻烦 就是你要把它做切割 比如说年月日分割 如果你要再把它合并回日期 就要再把它合并 所以你才有办法去取得你要的 另外的话呢 就是时间的计算 那计算的话 签数比较简单 互减就可以了 那相差几个月 相差几年可能比较困难 那数学三角啦 上加什么问题就不用讲了 三米符可能需要讲 有没有 那另外还有count 康尼符类似的 其实类似 如果用过枢纽分析表 其实里面最重要 就是帮你做三米符跟康尼符 OK 所以这些的话呢 怎么做 那第五类的话 就是检释 检释其实 应该翻译叫查询 可能我觉得比较可以理解 其实它就是帮你去 在以色尔里面找资料 也就是说有点像是 把以色尔当资料库来处理 那常用的像V轮函数啦 V轮函数其实有点像是 所谓的关联式资料库啦 就我把那个资料关联过来 有没有 key嘛 就是我的ID 对我的ID 那我把这个ID对应到其他的资料 也可以把它抓过来 其实概念差不多 那只是说很多地方 可能V轮函数也查不到的话 那怎么办 OK 所以很多人卡都卡在这里 V轮函数啊 没办法 查不到 那你就要知道 有别的函数可以用 如果还没办法的话 那你可能要会写VBA了 真的很多地方最后发现 好像也值 用VBA最快 OK 所以为什么要学VBA吧 其实最终还是告诉我们 函数真的不够用 OK 不复以目前的资料量的现状 因为太复杂了 太庞大了 OK 那这些怎么解决 所以你要想各种方法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VBA还不够用 有可能啦 不过可能VBA至少你学会 那还可以撑到你退休了吧 对不对 那再来就不是你应该去 去care的事情了 因为一个专业啦 以前大概可以一个专业用到退休 都还不需要再学新的 修电视的修 电视都差不多这样 可是现在变动太快了 你在学校学的 等到你毕业了 那个专业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没关系啦 反正呢 他变我们也跟着变就好了嘛 就像曾几何时 我很多年前我教的 也不是这个课程 反正没关系我就变嘛 反正跟着时代的潮流 反正你怎么变我就怎么变嘛 OK 哎呦很困难吧 我觉得不会啊 因为我平常也都在吸收一些生殖 所以有些新的东西 我当然会第一时间 就去把它吸收了 OK 因为我觉得应该要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那会是一个问题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可能也是个性使安吧 所以我们这种 就是喜欢 OK 那课程目标大概就这样 提高工作效率 刚刚一直强调的 自然不用加班 后面是 我觉得强调的 工作会更惬意 工作是可以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工作也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工作也是可以一种享受 我不知道你们体会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 但或许会有点压力 但那个压力可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而且会让你不断的进步 这就是健康的 对哦 那如果相反的 假设你那个工作一直都是 只是一直压榨 你一直没办法提升 然后你一直觉得 没办法 那当然你会很有挫败感 可能每天都很想要早点下班 然后到礼拜一就觉得 只有礼拜一了 廉价才刚过 我就觉得很忧郁 会不会有 应该蛮多的这种人吧 但如果相反的 如果你很愉快 那当然 所以有时候 心境上的调试 蛮重要的 OK 那所以还是建议 可以多学一些 那培养VBA 这三观的技能 因为你将来可能会有一些 升迁或者转职之类的 这就是筹码了 否则的话你将来 有的时候一个工作 到底能做多久 甚至有的时候 这家公司到底能够存活多久 对不对 老板自己都还担心说到说 落魅业绩 比如说突然来个疫情 所以有些公司呢 这个老板都倪菩萨过疆了 他都自顾不暇了 哪还有心思是管到你 对不对 所以 OK 所以有时候不如自己投资自己 比较实在一点 那我们课程目标要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 至少你要熟悉 Excel的 内建的250几个函数 包含就是一般 就是基本的跟进阶的 那当然你可能会想 老师这么多 怎么会 其实我理解 代替死背 你不用背 就理解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有些事情 Excel的函数跟功能 他都没办法办到 那你可能需要用到VBA 那怎么写 我们会按部就班的 当然是有点难度 可是也不用太过担心 按部就班 另外的话 还有 当你还不会写VBA之前 Excel里面有个功能 聚集 这聚集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不会写VBA 没关系 你可以用录制的 那所谓的录制聚集 就是说 它可以把你滑鼠键盘的动作 帮你自动写出VBA的程式 所以这个聚集就是 Excel帮你写出来的VBA程式 简单讲起来就这意思 其实聚集也是VBA的一部分 OK 所以 那只是说 你想说 老师 既然他可以用录的 那我用录的就好 不一样 因为录下来很啰嗦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滑鼠键盘 这样很多个动作 但是自己写可能两三行就写完 那他录下来可能十几二十行都可能 也太啰嗦了 所以 还是有必要自己去修改 但最好是两者都会应用 是最好的 其他的方法还有学会VBA 然后 再来就是做表单 里面有一些表单 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其他的话还有像一些简单的技巧 后面的话相对比较难 目标啦 未来其实还可以跟现在比较夯的 像Python做串接 不过是一个目标 主要是大概到一到七为主吧 八九十是目标啦 OK 另外我先简单自我介绍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 你Google吴老师关键字 第一个应该就我的教学部落格 因为我在上面放了大概超过一千篇的教学文章 都是跟教学有关系的 因为以前时间还蛮多的 为什么时间很多 因为每次东西交给老板 老板说 你怎么这么 你真的确定你弄好了吗 我就没有啦 我就把它这样拿 拿完 然后其实我已经弄好了 我只是把它放 我剩下的时间我要干嘛 不知道 所以我就写部落格 所以时间太多了 我不知道要干嘛 老板他也不反对的话 我就弄一点东西 所以一写一写 写了一大堆 所以上班时间太多了 真的太写了 因为他网路上面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知道我 其实也并不是说 我内容多好了 我是觉得可能我光 那个量就已经比别人 就像把人家网页都洗版了 因为你一Google 什么都自己这个老师的东西 像YouTube好了 YouTube上面我放的影片数量 一般老师大概放个十个二十个就了不起了 我在YouTube上面放的影片数量 我在YouTube上面放的影片数量 我自己看了我都 这就是重点 你想说怎么会有人这样 其实我就是个人习惯 只要上课就录影 录影就上船 上课就录影 录影就上船 所以我做这件事情 应该超过十五年了吧 二零零六年 以前就 二零零四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因为那时候的话 很多时候 同学每次上完课就一直问问题 问的问题就是前一个礼拜的问题 又问前一个礼拜的问题 我想说你要不要再讲后面的 每次都重复复习 所以我也是刚才录影给你们好了 这方法好 后来大家都比较不会一直问 从而问 你来问问 你回去有没有复习啊 影片都在那里 你自己回去 慢慢的回去就复习一下 这倒也还好 因为至少反正我把它录下来 你回去再看过 我讲过了我教过的课程 种类太多了 举凡说Windows的程式 还有Office里面的程式 还有网页上的程式 手机上的程式 举凡目前比较主流的 几乎都教过了 OK 所以如果你们有其他的问题 大家如果问我 应该我也可以稍微得到一些解答 这些是我的相关的简历 Google 部落格刚刚讲过YouTube YouTube现在订阅人数大概三万二吧 不过我不止一个频道 所以你到时候 看到我好几个频道 也不要觉得很惊讶 那大概主要的那个 大概三万二左右 OK 我这个订阅人数 算是 OK 这也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那个 是不是YouTuber都很好赚啊 那广告对不对 实际上真的不好赚 太难赚了 为什么 因为 每个月呢给的实在是太微薄了 如果以那个投资报酬力来看 如果你是为了要赚那个广告费的话 真的太微薄了 那你说一个月可以多少呢 跟各位讲 我订阅人数三万二 一个月呢 如果有三万二就好了 但是没有 我印象中大概这个月里多少钱 不到两百块美金 大概差不多两百上下 两百的话 两百台币那就不要错了 每星 而且每个月其实都会有 那也不如小虎 你说这钱要干嘛 反正有就有 有就领 也不是诈骗的 反正就领 其实也有这种实验性质 刚开始我也根本不知道原来可以领钱 试试看真的钱就进来了 那要不要领 那领就领嘛 也不是非法的 所以其实我做很多事情 有时候都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去做 像还有什么 Google地图上面 其实我放的相片的数量有非常多 像我Google地图上面 我还有评论 还有放相片 我放的相片数量好像超过三千张了吧 我的相片观看次数也超过三千万 那一天Google地图才传 好的 那其他的话大概就这些 那我有创业经验 也曾经拿过那个 杰出创业凯模的奖项 那陆陆续续在学校单位 来帮忙授课 还有在业界 一些企业 像全球人寿 统一人寿 一些授权公司 来帮忙做一些内训的 他们蛮聪明的 因为他们整体 所有的员工都会这些东西的话 他们整个效率都提高起来 不过他们也很会算 他们要 OK 就是也很会找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我的 OK 那再来的话有些奖项 教学作业奖项 最佳人气奖项 趋势先锋奖项 反正就是奖项 还有我的正照的话 我大概超过三十张吧 OK 然后我的观看 频道观看次数 重要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参考书目的部分 我是推荐各位 可以看这本 有些题目也从这边出出来的 468招 意思就是说呢 它把Excel里面的函数 区分成468个范例 然后它分的比较细 它分九大类 OK 只是说这本书 它里面没有VBA 它只有函数 OK 所以呢 有些部分 你会发现 它函数解的其实还蛮复杂的 那我觉得不如你干脆写VBA算 所以有些部分 我都把它改写了 让它更的简化一些些 因为这本书 好像书架上有蛮多类似这种书籍的 什么什么几招 OK 另外的话呢 一些参考用书 VBA相关的话 有个超图解的Excel VBA的基本讲座 还有什么Excel 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这本 之前销入非常好 卖到缺货 有很多人看到这个书名 就把它买回去了 可是买回去之后发现 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 买回去之后翻开书之后发现 书应该是VBA一点都不简单 一键无法搞定所有报表 真的之前有同学拿这个书来问我 我说老师这本书适不适合我看 后来我说这本书比较适合我看 我看完再告诉你好了 后来他就把这本书送给我 OK 刚刚只是一个笑话 一个笑话 不过真的是有同学拿某一本很困难的 以色列VBA书籍 问我是不是适合他 后来我真的就跟他这样讲 他真的把书送给我了 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家里有很难的 那你真的想要把他丢掉 你不要丢掉你拿来送我好了 OK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按部就班的这五大类 所以我们八周课程 也许比例上我大概切割 反正就是目标就是这五大类函数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先从第一个这个来看 那当然呢 你做这一题之前 可以先了解REPT 那REPT的话呢 当然不是叫你复制贴嘛 所以怎么做 第一个 游标放在C3 插入函数 那我是建议以后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类别去了解函数 那文字类里面有这么多 那我是建议你每一个 尽量就是去看一下 每一个每一个函数能够做什么用途 的大概说明 另外的话呢 他后面也会给几个参数 OK有没有 这个有点像简要说明 那比如说我们以REPT R开头的 repeat 有没有 那他其实意义上就是什么用途 重复文字嘛 然后呢 REPT后面要加两个东西 一个是test 重复什么字 豆点第二个是number type 重复几次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我们针对他的问题 给他要的 第一个test repeat什么字啊 重复什么字 所以呢 给这个C1 指的是这个信号 或者你自己打信号过来可以 重复几次呢 重复的次数跟销售量有关 销售量 不过你现在如果按确定的话 这边有158颗星 不是 所以怎么把他除以100 OK 这样才正确 没有 那就一颗星了 但实际上 这个地方其实你 用这个公式应该也OK了 只是说呢 理论上呢 有一点不太正确的部分 就是说 理论上应该是要1才对 不是1.58 OK 所以我们应该把小数点去掉 无条件捨去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什么 外面在包一个函数 取整数 用什么 int 前刮弧 后刮弧 意思就是说 int这个函数呢 它可以什么 无条件捨去小数点 OK int 整数就int ok 也就是你会看到1.58 你看这边 1.58就不见了 ok int 刮弧起来 不过特别的注意 其实不是只有int 可以做出 就是去除小数点 另外还有一个函数 叫run down run down也可以 可是呢 我是比较建议你用int 为什么 因为你要打run down 太长了 所以有时候 真的 有时候我们在取决 用什么的时候 还会想到说 越短越好 你要没事打那么差 会容易发生错误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 待会要做一件事情 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会向下填满 所以向下填满有个概念 它的裂号位 只要是c c是狼 1是裂 他如果向下拉的话 1会变2 2会变3 3会变4 4会变5 b3变没ok 因为我们要销售量要往下 这个一定要变 可是这个不能变 所以记得一定要在1的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表示说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1不要变 不要变2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你按确定 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它会变错误 为什么 因为这个c1会变2 2会变3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记得把1锁起来就好了 1不要动 ok 以后就是1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你想说老师那c要不要锁 不用 因为我们又没有向右拉 向右拉的话 才会c会变d d会变1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来试一下 其他还有像laps right 这些函数也许可以自己玩玩看 ok 那先开个 待会的话这个IP做完 也许我们可以来想想看 后面的那一个函数 有没有办法利用IP 帮我们做一点事情